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我的天理县广州县下帅诈全场 白衬衫配金发 连喝水都被人夸帅气 近期呀 理县再度再度再度活起来啦 之因理县在广州县下的某一活动中所呈现 出来的气场以及他整个人的状态 在众多男女之中 着实极为突出 站于此处 理县仿若便是人群当中 那既帅气又清爽的闪耀之帅哥 难怪府一到来便被围得水泄不通 现场着实是人山人海呀 这般人气着实是太过火爆啦 最终有一位摄影师成功将理县原本的帅气予以还原 与理县以往身着西装革履的样子有所不同 他的确显得很高级 然而却欠缺了一些生活气息 让人觉得他帅得极具格调且冷酷 全然是那种极具商业感的理县 当这个白色衬衫的便装穿上后 彼此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近了 宛如邻家哥哥一般 生活的气息随之而来 如此一来 此处的理线立刻变得清爽且温柔又帅气 下身的卡其色西裤 凭借着其宽松的板形与直筒的设计 会给人带来一种随性且松弛的感觉 并且那具备高腰设计的宽松直筒阔腿裤 能够拉伸腿部线条 从而在视觉上实现显高的效果 并且他将头发吹高 接着与那一头金绿色的发色相搭配 如此这般便轻而易举地打造出了清爽的少年感 小银子我觉得理线极为低调 哪怕含伤炎大火之时 他也并未急切地去谋取快钱 谢之摇走红之后同样这般不骄不躁 在爆火之后即刻远离大众 仍旧坚定地坚守着自己的演员之路 致力于对自身进行打磨 那些认真钻研的演员在拍摄每一部戏时 所呈现出来的气质与质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难怪一线身便被网友们围观 甚至都不敢提前进行宣传 粉丝们全然不了解有这个活动 着实视线男友的魅力极为强大且极具影响力 非常棒的一张面庞呀 直接呈上圆图 面庞上诸如眼袋之类的瑕疵都能够清晰地看见 依旧极其帅气 简直就是实打实的帅气 身着白衣的少年 以一种清爽的姿态展现在众人眼前 尤其是他那容光焕发 笑意盈盈的模样 着实让人深深地为之着迷 尽管外貌略显质朴憨厚 但这实则也是其优点之处 那下垂的眼尾宛如狗狗眼一般 腮部鼓鼓的模样给人憨态可居且十分可爱之感 他的眉骨以及鼻子 脸形轮廓都极为出色 再加上身材整体具备成熟男性 所独具的独特气质 并非是那种小巧尖下巴 白皙的小男生类型 脸部线条紧致到极致且极具立体感 并且身上散发着一种极为强烈的光芒 无论是气质还是气场都极为强大 在娱乐圈中相较于顶级帅哥而言 着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倘若放到现实生活中来谈论 说其出类拔萃也绝非过分 或许对于爱豆偶像来说 30多岁已然算是比较大龄的了 然而对于男演员而言 着实是极为美好的年龄呢 既拥有丰富的精力与沉淀 不至于太过年轻而难以承担的起重任 与此同时又不会显得过于老气横秋 理线相较于当下众多20出头的男明星而言 更具少年意气 并且兼具男人的独特魅力 健身自律着实能够让人展现出年轻的状态 真正的帅哥 并不需要高跟鞋和臀垫这类外在装饰 也无需刻意去搅柔造作 仅仅一个浅浅的微笑便能 轻易聊拨人心 中央戏剧学院的眼光 着实极为卓越非凡 精心挑选出来的男演员级剧韵味 且富有独特魅力 伴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唇厚迷人 在广州所举办的活动当中 理线不但凭借着堪称满分的亲和力 照亮了现场 而且还十分大方地分享了她的充电秘籍 诸如kittywalk 旅行 摄影之类的 这些日常的活动已然成为了她充电的源泉 近期李线着实极为深深地喜爱上了徒步爬山之类的运动 方才回到了谢之瑶的家中一趟 在广州的活动现场被问极限阶段最为期望挑战且尚未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李线再度回应到攀登珠穆朗玛峰 着实是一位极具生活态度的演艺人员 唯有那些拥有自我生活的人才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角色 恰似初次看到李线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的谢迅 一眼望去便心生喜爱之情 接着紧追着观看了和沈法依秦明 而后到后来极为火爆的剧集亲爱的热爱的 还有23年的去有风的地方 以及今年热播的春色季情人 李线所扮演的角色都宛如活生生的人一般 那种真实感让我深陷其中 爱得无法自拔 李线乃是极为高级的帅哥 绝非仅仅只是面庞长得好看罢了 他身高颇为高挑 身形比直且端正 举手投足之际全然彰显出帅气 并且这种帅气更多的是由内在的气质所决定的 哈哈 令人觉得可笑的是 竟然还有网友直言他喝水都好看 确实是挺好看的呀 此种温柔 纯净以及气质与眼神中所蕴含的冷意之间的矛盾 冲突极具吸引力 并且极为独特 看着看着 便有一种仿佛此人就如同那白月光 悠悠地温柔了时光的感觉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 灵致